十三行博物馆现在正展出海中奥秘水下考古展 展出不同年代的水下沉船模型 另外还有相当受到欢迎的水下考古VR体验 欢迎民众一起来发掘更多水下沉船的精彩故事 这次的海中奥秘水下考古展展出许多水下沉船模型 其中最受瞩目的瓦萨号是全世界仅存的17世纪战舰 瑞典政府还为了它建立了博物馆 瓦萨号是水下考古一个很重要的案例 因为当时发现的人就发现这艘船 就发现这艘船都没有任何的蛀虫的痕迹 那就觉得很好奇 然后因为它的沉船的环境也还算是合适 所以他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把这艘船打捞出来 然后就找到一段就是被忘记的历史 海中奥秘水下考古展开展不到一个月 就吸引4万人次参观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水下考古VR体验 透过虚拟实境让民众有真实的感受 我们这次运用虚拟实境技术来呈现这个水下考古 因为水下的环境是很难靠近的 然后而且水下考古需要克服水压 还有一个潜水的这个技术的问题 所以我们运用虚拟实境的方式带领观众进入到水下 然后来认识整个水下考古 虚拟实境它很特殊的就是说观众只要戴上眼镜 就好像他穿上潜水衣然后潜到水里面去 那很多观众他在体验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新奇 就觉得说好像实际上在水里面甚至还有人也会惊呼 那所以就达到这个进入到一个实境的感受 无论是不同年代的水下沉船模型 还是水下考古员的工作室 另外还有适合小朋友玩的小游戏 都值得大家抽空来好好欣赏和体验 记者方健凯琳锦于巴黎采访报导